絕對不會參加政黨活動 這個最明白不夠啦 表面表面不進行不代表你私底下沒有任何的動作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所講的是你未來的方向 那麼多的黨工可能下面就是你的手腳 不用你親自去做 這些手腳很自然就幫你去侵入了 而且今天我們所謂的獨立機關 你這麼清楚行政這個組織法 你都不了解獨立機關怎麼去做 那你怎麼去做一個專業呢 承諾一下切割你跟國民黨的關係 也切割你作為連戰子弟兵的關係好不好 好 有你這個承諾我暫時相信你要做到 要說到做到好不好 那麼我再請教我們的吳委員 請教一下 剛剛你有回答我們前面幾位議員 以及位立委說的就是說 您跟您的哥哥 武則元先生 偶爾 但是最近沒有聯絡了 對不對 但是表示你們還是有在聯絡嘛 對不對 這個聯絡不一定我直接聯絡啊 很自然的 但是你知道他在哪裡嗎 聯絡在上對不對 好可憐的台灣的司法 好可憐的台灣的司法 您到底了不了解 知不知道他現在 到底正確的位置在哪裡不可能不知道吧 您都跟他可以聯絡 您都跟他可以聯絡 結果我們抓不到他 我有的時候是間接 從 間接 還是連那個 間接跟直接一樣嘛 因為這個不重要啦 聯絡在上 很重要 不重要 通緝要犯抓不到很重要 不是台灣的通緝要被抓不到你說不重要 他在哪裡有什麼關係呢 沒有關係 他是你哥哥耶 那是你的哥哥武則元 回來投案吧 各位你默默良心啦 我來欠他回來投案 哥哥現在你把這個事情跟著扯到我身上 不是欠他回來投案 沒有沒有 我想我們 我們是希望站在一個台灣人民的角度 我們有人性嗎 希望 希望 我們 我們未來的考試院的副院長 也能夠 負起台灣人的一份責任 今天有聯絡 有機會 我們都希望你能夠勸黨 能夠 苦苦苦 我現在來勸他回來 吳委員喔 跟我們有一樣的社會責任感 我們現在來回顧一段歷史 好不好 大家 屏東人過去都知道一個三代同堂的故事 吳委員 你知道什麼是三代 屏東人心中的痛 一個三代同堂的故事 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那過去選舉的這些花招啊 選舉花招 所以你知道對不對 那是什麼 你要報告我請你完成的報告 那是什麼 那個我 那是 那個我 那是 屏東有三個人 屏東縣長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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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未来的同事蔡世渊 她当时揭发郑太极杀人 一个惊世骇俗的弊案 她未来要做你的同事 吴委员 我们在等待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还是要唤起你的社会责任感 公司要分明 你有公共的角色 你不能够说武则园逃亡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在哪里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可以 你愿不愿意跟她联络 呼吁她回国投案 接受审判 愿不愿意 我报告多少次了 你刚才都听得清清楚楚 你再说一次 你愿不愿意 我绝对尽最大的努力 你会尽最大的努力 希望她回来面对 我们希望是有看到具体的行动 什么时候会开始联络 你说我现在开始联络好不好 好 你承诺 会开始联络 我等一下就通知我的亲戚朋友 有跟她联络就劝她回来 你会劝她回来投案 我觉得你们扯这个 我不是说我怎么样 来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我还在目睹预长杀人 李克强警方好安 但是因为中台阶的保持力 不差 第二天克强好举 仅仅然直战 广岛中原封被杀 感谢你休闲是谁 李克强魔谷的代道 以此与民运动 真灾难消灭 你知道李克强托的第三天 当年的立委财氏渊 他在立法院博士问台 第一次的公开命令 听到些新一种犯罪 随了些杀人 这个笔录上的 千千千万说的 当年起 他只能让他杀个孩子 他只能让他直接 只能就是这个孩子 他还不可以只希望 他只能让小小的看什么 怎么办 所以就这些事 他只能让他进去 他们的检查官 要一起检查 派入之下 他会 小小生态是不强 没有办法进去他家里搜索 接着就 平安的政治人物在抖原 包括当时的县长 他当当学 就是县长一生人 又跑到县委员去 我們沒有搜索,這是議長,沒有搜索 因為檢察分在那邊等一陣子以後,分開檢查一切 令人發指,武則元以縣長之身到現場去阻止檢調搜索鄭太極的家 所以本來保護檢察官要去搜索的警察,一看到縣長到現場 然後縣長說這是議長,怎麼可以搜索,警察就走了 委員,其實我們長期以來一直都在想 連戰先生,武則元先生,還有吳錦玲先生 他們彼此之間到底有沒有什麼關係上的牽連 你跟我們都講沒有,我們也不知道有還是沒有 但是對這個問題,我覺得他不能夠永遠是一個謎 所以我做了一些研究,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些時間的巧合,有一些事件的巧合 吳委員,從民國77年 吳錦玲先生做駐都局的局長 連戰先生79年開始當省主席 您79年開始當台灣省議會的秘書長 換句話說,從民國77年到民國83年之間 您的哥哥武則元,您的哥哥武則元,他在省府當官是連戰的屬下 連戰擔任省主席,而您剛好是一個府會關係的樞紐 您是省議會的秘書長 這之間,這之間發生的巴黎污水廠 避案就是在這77年到83年之間發生的 四遍頭避案也是在這期間發生的 連戰先生3628萬分三次疑似炒作土地的避案的金錢 也是在這段期間匯入的 吳委員,武則元先生在連戰的帳下 而連戰當省主席,您是當時府會關係的樞紐人物 我們其實很好奇,您長期是連戰的子弟兵 您剛剛承認了,您答應我 未來要斬斷您作為連戰子弟兵的關係 您剛剛說,好,您不否認您是連戰的子弟兵 連戰先生,他從民國77年到民國83年 這三個人之間的關係這麼密切 密切的互動,而您也成為連戰的子弟兵 還有哦,不只你們兩兄弟,還有一個弟弟 叫做吳錦然,那就是3628萬這個款項 有連戰,會入他的戶頭 有連家人,會入到他的戶頭 您回答我們一個問題好嗎 就是這個 連戰,加武則元,加武錦麟,加武錦然 至今仍然是一個謎 請問,吳委員 要不要打呼 吳錦然是不是你